好,谢谢黎萨老师的领读 那我们现在看到有七个老师家长 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学习 那今天这边的话 我们进入到新的一章 就弟子归信的学习 那信是在锦的基础之上 锦那一章大家读了 就是在实际上就学习我一个人 自己自身的修养 那就是在自己独自一个人的时候 更多的是强调的时候 是独自一个人的时候 就是在我们中英讲的君子圣读 也就是说内心 和有自己的一些行为举止 要修养好 那在这个基础之上 那我们就可以与人 做一个正确的交往 那这个正确的交往 这个原则 在古代 这个孔子总结就是一个信字 那孔子在这个论语当中 学尔当中有总结 叫人而无信 不知其科也 大车无泥 小车无悦 其何以行之哉 就是说这个信 这样一个 这种品德 它就像是那个 就是那个车 大家知道那个车 就牛车马车 它有一个那个前头 那个牛和马洞的时候 有一个相当一个一个堵头 可以让那个车活动的这样一个东西 他就说呢 这就像那个小东西 它虽然你外面看不见 但是如果没有这个东西的话 这个社会 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没法进行下去了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我自己在读信的时候 这张大家可以仔细读一下 这里面都是真的都是就是说 与人交往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要求 对于不管是孩子来说 还是我们大人来说 都非常有这个实践意义 好 那头两 头四个记字呢 就是凡出言 信为先 诈与忘 兮可焉 话说多 不如少 为其事 勿宁巧 那你看第一个呢 就先都说的是这个说话 因为我们跟人交往 第一件事情见面 肯定都是先说话 那这个信呢 其实你看这个字 中国这个字里头 它是两个 就人言 其实你看这个信呢 就是指人言 那这个人 人说话呢 要有信 有信呢 代表什么呢 就是按照那个说文解释上的说法 大家很有意思 你看他信也叫成也 叫成识不期为信 那谨 其实也是成 在那个说文解释上 这两个字呢 其实它内在的含义是一样的 它只是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什么呢 这个信呢 是对外的 就是我现在要跟别人打交道了 我跟人说话 说话呢 我内心的这种成就会体现出来 所以呢 这个锦和信呢 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 就是一面是你的内在 一面是你的外在 如果你的这个圣读 锦这个功夫做到了 你外在显现的里面 自然就有信 所以呢 锦是信的体 信是锦的用 这就是讲一个交往的原则 所以说第一个呢 干什么呢 那个这个古人教授我们 出言的时候就要想一想 我说出的话 有没有这个符合信这样一个道德要求 我有没有去骗别人 我有没有说一些妄语 就是大话 还有我们现在其实最容易说的还有一种叫奇语 什么叫奇语呢 就这个事情没什么意思 就是很无聊 简单的说 比方说谈一些这种八卦新闻 这个谁谁谁 这个又出轨了等等之类的 那这些事情呢 其实毫无意义啊 但是你就愿意把它弹出来 然后呢 就炸这种妄语啊 这种狂语啊 这种奇语啊 他说这种东西呢 都是不能要的啊 那就剩下来就说呢 如果要做到这一点呢 那我们要做到了什么呢 话呢不要太多啊 因为太多呢 就会容易就是有这种宁巧啊 能宁巧呢 宁其实严格意义上不算是一个贬义词 它是一个宝义词 就是说说这个人比较会说话 叫宁啊 但是因为那个孔子在那个论语里 论语里面有说嘛 就是有说这个焉用宁 欲人以口己 屡赠其人 不知其人也 焉用宁 这个我们刚学过在用语里头啊 那孔子有说过这个嘛 那就是说孔子就说这个宁呢 是一种不好的 就是人都不能嘴巴太巧 那一般我们这个世人啊 都觉得好像这个呃 如果这个人尤其是在公共场 可能说会倒是一个好事啊 但孔子认为呢 这个不是一个好事 他觉得呢 就是说他的他的这个坏处在于什么呢 就是你用花言巧语 或者是你的这个口才呢 去呃 说服别人或者去跟别人打交道的话 你往往呢 你会适得其反 你会引起别人的这个心理的反感啊 这个呢 我觉得大家交往的时候也可能也有所体会啊 就有些人呢 其实呃 画很多啊 现在很有能力的样子 但是你跟他接触久了之后 你可能会产生一些反感啊 那不管怎么说 我们古人呢 是强调呢 就是画呢 尽可能少 说出来的话呢 要是有意义的话啊 是有信 有信的 有信义的话 那这是一个重要的点啊 所以呢 这个原则呢 就是先从这个信呢 先从这个说话 跟人见面 那个说话开始说起啊 就是第二步呢 就是说那个呃 要分清楚 就下面这个信呢 就是一些行动各方面的行为啊 那我在呃 贝克的时候突然想起来啊 就有一个地方要稍微分清一下啊 这个信呢 呃 在现代来说的话会有两个意思啊 一个就是叫信义啊 一个叫信用啊 信用这个词呃 严格意义上不算是我们中国的这样一个词汇 虽然我们现在经常会说某个人有信用没有信用 但它实际上它是一个外来词啊 它跟那个credit有关系 那信义呢 我们更多的是跟那个integrity有关系 就是乘有关系 这两个呢 其实是有区别的啊 呃 尤其是我们孩子在这边长大啊 有的时候会把这个信呢 跟信用联系起来 其实这两个东西是有区别的啊 这个信义呢 是我们中国人最喜欢讲的 那这个信呢 一个信一个义啊 它第一个是种在这个成 就是内心啊 就是我们内心是真心的 和外面说出来的话是完全一致的 这个叫成啊 另外一个种在义 这个事情呢 是一个对的事情 是一个正确的事情 符合我的道德准则的 那我们讲就是说 我们中国就叫同手无欺啊 就是我看到这个孩子或是老人 我都觉得我不应该去欺骗它 这就是一种信啊 那有的时候呢 那我为了一些这个正确的事情 我甚至可能说一些不太好的话啊 我们中国人有的时候这个打个比方说吧 就是你可能为了这个让某个人身体这个病治好 你可能会把他的病说的轻一些 对吧 那这个其实这个普通人在哪个地方都一样 那么这个呢 实际上呢 你是表面上欺骗他 那么但实际上呢 你也算是有信义啊 也算是有信义 那比方说有个我看过那个有一个书里面就说 他说那个朋友问你借个猎枪啊 你也打印借给他 但是过两天呢 跟他来借的时候 你听说这个朋友这个家里面就是说可能离婚了 或者什么状况 这朋友现在的抑郁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不能够借给他 因为你借给他 你就等于 万一他要是目的不是在于就是想去干什么 或想去就是他是喜欢枪械什么之类的啊 但我们这里面都不喜欢枪械 我只是拿着举个例子 那就你骗他 你说你这个枪你已经卖掉了 那这个是一种欺骗啊 但是这个呢 是一种信义啊 那信用呢 他不强调这一点 信用呢 他不管是西方东方 他主要强调一个契约的遵守 就是说口头的契约也好 或者是说这个文字的契约也好 那我们呢 就是说出了话 或者我们签了字呢 他就要遵守 那这个遵守呢 他就带来一个一个点呢 他跟正义无关系 跟这个对错无关系 举个不好的例子啊 就像我们经常说有些 我们跟有些这种运营商签的这个合同 他有一些这种隐藏条款 或者条款不清楚 实际上是让你受损的 可是你签了字呢 那你就要守信 但这个守信呢 那这个跟你签约的这个运营商呢 实际上呢 他呢就是可能就是说他并没有说信用方面有些问题 但是在信义方面呢 是有些问题的啊 所以我们讲做人的时候 我们在这里弟子规谈的这个信呢 实际上我自己理解呢 就是更多的是指的信义 是信义 就首先第一个呢 是成 就是你内心和外面表现出来的 是一种表里如意的 待人的表里如意的这样一种感觉 而不是巧言令策 就是一定是表里如意啊 喜欢就喜欢 不喜欢就不喜欢 第二个呢 你这个信呢 一定是建立在义的基础上的 没有意 这个信就不要讲了啊 就大概我的一个理解啊 就犯法的事情是绝对不能做的 哪怕答应了别人啊 好 接下来呢 就是那个文化课堂啊 那上节课我们讲了一首诗是杜甫啊 那杜甫是我们叫诗史啊 这个他的诗呢 很宏大 那他的诗呢 就是记录了很多当时的这个 唐朝的社会啊 这个动荡的这个社会 那和他齐名的就是李白啊 我就我那天就突然想起来 应该把这个李白的诗 给大家介绍一个啊 那李白的诗呢 那天翻的时候就突然看到了这一篇啊 我觉得这篇其实很有代表性 因为李白呢 是号称浪漫派诗人的代表啊 那怎么样体验他的这个浪漫啊 我们中国人给人一种特别严谨的一种形象啊 但是李白呢 确实在那个圣堂时候啊 他是一个浪漫派的代表啊 他的诗写的非常好 好到什么程度 就是那个人家称他为诗仙呢 实际上还不是说是他是诗仙 他叫哲仙 也就是说他是天上的仙人被贬到这个地上来了啊 所以叫哲仙 那杜甫呢 对李白的诗有一个评价叫做 笔落金风雨 诗成气鬼神 就李白的诗呢 都不像是写出来的啊 就像是那种喷涌而出的啊 那样一种一种境界啊 那在这个里头呢 他有一个将近酒啊 其实能够非常比较有代表性的 就是代表他的一种 李白的这样一种浪漫的这种 浪漫的这种啊 在诗里面这种浪漫的一种情怀啊 那种大开大合的那样一种境界啊 那么就拿手 当然他主要他是跟酒有关系啊 但是古人呢就是这个文人呢都是以酒为有啊 那这首诗呢比较长啊 就是在那个他是在什么时候写的呢 李白呢是 李白应该是甘肃人啊 据说他还不是汉人啊 他是甘肃人 后来搬到了四川 那李白呢 他年轻的时候就文采很好 学习四书五经啊 那不光是学习诗学习这个其他的一些治国的这些圣贤之书啊 学的非常好 那么很早就有名了 二十多岁呢就到处游历 后来呢 因为他名气很大 被推荐到这个长安嘛 见了唐先宗 那么因为他的这个诗才呢 在这个长安呢 简直就等于说是那个 那个公卿王族啊 就等于说屈之月赋啊 但是李白呢 他本人来说的话 他呢其实并不是想做一个诗人 或者仅仅说做一个诗人 中国很少有这种职业的诗人 大家知道 那么他的理想呢 是希望成为一个像那个 就是诸葛亮一样的这样一种贤臣 那么他主要是这样一个理想 所以他本身也有这样的一个才能 也学过 但是呢在当时那个 唐朝长安呢 因为就歌舞升平啊 那个大家都就今朝有酒今朝醉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是当时像杨国忠啊 因为之前有李林璞啊 就是奸臣把握朝政嘛 那个杨贵妃那个时代呢 那李白呢 这个人又比较就放浪不羁 然后又比较狂傲 所以他就得罪了这些权贵 那最有名的是说 他得罪了那个高丽氏跟 高丽氏对吧 他让高丽氏喝醉了酒 给杨贵妃写诗 让高丽氏给他脱鞋 那高丽氏就 在杨贵妃面前告了 李白一状 说这个李白呢 那个市里面有 就是有那个污蔑杨贵妃的地方 这都是一些野史啊 但是不管怎么说呢 就是李白呢 最终呢 在那边在长安是郁郁不得志啊 最后呢 就离开了长安 唐宣宗还给了他很多钱啊 那李白呢 又开始这个一些游历啊 他最初呢 是想到北边去从军的 就是说去看看能不能就是说去 呃在这方面有所作为 但是他到了北边之后 发现安禄山啊 史思明这些人呢 就是说野心勃勃啊 感觉到国家呢 感觉到这个国家有很多不安定的倾向 所以呢 他呢 就很郁闷 他游历过程中 其实心情是非常的郁闷 就是没有能够自己的抱负 没有能够获得这种 呃 舒展嘛 所以呢 他就往回走 往回走的时候呢 路过这个黄河边 就是有一个城市 一些朋友留留留留他 在一起呃 吃饭喝酒 就在这个酒席上呢 就李白呢 就完成了这首会计人口的 这首诗叫江进酒啊 那咱们可以先看一下这首诗啊 君不见黄河之水 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那中国的这个诗呢 呃 这种这种有不同的风格 这个呢叫乐府诗篇啊 所以他一边就是看这个君不见 因为乐府诗篇呢 往往都是配音乐的啊 音乐比方说我们一弹音乐像琵琶 或者是鼓琴啊 噠、噠啷啰一下 那这个君不见就相当于是给大家一个呼应 就是说我这个诗是什么开始的 但是在李白的下面 均不念三个字 就不仅仅是一个标准的用词了 他马上就跟他下面的联系起来 我们中国诗有个特点 一般都会交代地点 交代一些情景 你像杜甫的戴宗服务河 交代泰山 李白就是在黄河边上 所以李白一开篇就写黄河 他一开篇气势就非常宏大 用了这个牌笔 黄河之水天上来 奔流到海不复回 他一开篇 他是在说明他们聚会的地点 但是他一开篇 就用了黄河之水天上来 然后奔流到海不复回 空间一下子拉得无比巨大 从天到海 我们写景目的是为了触景生情寓意 那寓意是什么呢 所以李白接下来第二句呢 君不见高堂明镜 卑白发 朝如青丝 暮成雪 那李白呢 接下来就是感慨的 那时候李白已经四十多岁了 他实际上李白应该是六十岁去世的 他呢 就是感觉人生的短促 人生如此的短促 头发白头发都已经长起来了 李白出来的时候二十五岁 那现在已经差不多二十多年了 那孔子在论语中有说嘛 死在川上 曰 逝者如师夫 不舍昼夜 就是我们看到水的时候 古人看到的水的时候 往往都会感慨这个时间的流逝啊 所以呢 在这首诗里头一开篇 就是用了这个对比啊 就是用了排比 就是跟上一句对比 就是从黄河的这个奔流到海不复回 来看到自己的白发 看到自己这个变老啊 用朝如青丝 暮成雪啊 白天晚上这样一个对比啊 然后呢 接下来呢 就因为在喝酒嘛 所以他就说啊 就是人生得意须尽欢 莫是金尊空对月啊 这是一种很美的景色啊 就是李白就是在那边 讲天生我财必有用 千金散尽付完来 他对自己的这个才能啊 他的报复啊 就他有一种自信 然后李白呢 这个其实呢 李白呢 因为很受欢迎 所以每次到一个地方 都有人给他很多钱啊 那个唐宗玄宗就给了他很多钱 但李白呢 真的是就是不在乎钱 他这个对朋友 或者对一些这种其他的东西 都是就是说前来前去啊 基本上就等于说 有多少用多少啊 所以呢 他就写这个千金三金付还来啊 这个时候呢 就写这个 回到他这个酒席上 烹羊宰牛且为乐 会须饮三百杯 秦夫子单秋生 这是跟他一块喝酒的两个人啊 这两个人也因为跟他在一起喝酒啊 所以名载实测啊 将尽酒杯莫瓶 赶快喝 不要停啊 然后接下来他要抒发 这个才是重点啊 我们读股诗的时候会注意到 就中国的这个股诗啊 往往有有有有 往往经常会有上下两个部分 就上面这个部分呢 是讲一个 下面这个部分会引发一些东西 引发的东西往往是自身的一种感慨啊 有种感慨 那么他说我要为你们唱一首 唱什么呢 中古转裕不足贵 但愿长醉不复行 古来圣贤皆寂 唯有淫者求其名 就是他的一种忧愁 心中的一种苦闷的抒发 中古转裕指的是就是古代那个诸侯啊 吃饭的时候有中古啊 那个大顶啊 在这玉石装店的这个殿堂里头啊 他说这些呢 这些东西呢 都不是这个就是说 没有什么值得可以留恋的 不足贵 他说但是我现在呢 就是但愿就是能够永远的醉过去啊 就不要醒过来啊 他说圣贤呢都是寂寞的 得不到人认可的 这是他自己的 只有淫者就起名 这是他心中的一种苦闷啊 就是我们现在就 他自己得不到这个应用嘛 陈王昔时艳平乐 斗酒是天资欢穴 资欢穴 这个陈王指的是曹植啊 他是用这个曹植来比喻自己啊 就是曹植也是孕育不得志嘛 那你也知道他哥哥曹培 曹丕 那个几次想杀他 因为曹植也是 其实曹植也想做些事情的 但是不为所用啊 所以就是一戒酒消愁啊 他举了一个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最后呢就是把这个情景拿出来 就是用了一个比喻啊 就是说这个主人就是跟那个艳客的主人 我们不知道是谁是秦夫子还是丹秋生 他说不要嫌你兜里的钱少 他说把你所有的钱都拿出来吧 去买酒啊 让我跟你好好的喝一场 你没钱 你家里有这个五花麻 有这个千金球 把他们都拿出来 全去换了酒 让我和你一起 和你们一起来这个 把我们的这个万古的这种愁绪啊 都在酒里面就是消灭掉 那这个呢就是叫做一个 典型的一个戒酒交愁的一首诗哈 我们读论语的时候 中国孔子经常讲的就是叫 哀而不伤啊 那这个哀而不伤呢 但人总是有情绪的 情绪是要发的嘛 就是说喜怒哀落之味发为之忠 发而之中结为之河嘛 那每个人的这个情绪呢都不一样 有些人呢比较收 就是说每个人性格比较收敛 有些人比较豪放 像李白属于豪放中的豪放 他的情绪呢像大江大河影 但即使在这个程度上的话 我们看到这首诗的时候 我觉得我自己深深提过 就是他依然有那种 哀而不伤的那样一种特点 他用这种诗呢 用这种 这种语句呢把它表现出来 但是他心中呢仍然就是说 有一种报复啊 还是希望这个为国 为民的这样一种报复啊 那么和他相对应的宋朝的那个 豪放门时任那个苏东坡 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情质啊 但苏东坡因为他是学禅学的 所以他有的时候呢会受这个禅学的影响 略微有所就是收敛啊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一尊环泪江月 那李白呢就是完全不收敛啊 那就是圣唐时候 圣唐的时候的一种精神体现啊 那如果大家都论语的时候 其实有时候读的时候 尤其是我们这次说树尔的时候 我们会有时候会体会到这个 孔子身上具有这个杜甫和李白两种性格啊 大家可能觉得有时候觉得说 有这个呢 读的时候也许读多了 真的是能够体会到啊 那当然我们孔子身上东西还很多啊 因为我们每个中国人都是 特别是每个文人都是学孔子啊 都是学孔子的这个为人的 那说到这里面就多一句啊 就是那个我以前在学校的时候 那个就是小孩子读诗啊 我就跟他们强调说是这个孩子读诗呢 因为他的意思不太懂啊 但在读诗的时候呢 一个关键点是呢 就是让他们说能够去诵 古代就叫吟诵 吟诵呢是一种感情 这种吟诵呢 其实可以让孩子就是说在吟诵当中自然的体现 体会到那种感觉 并不需要他逐字逐记的了解这个意思啊 那我也没学过吟诵 但是我之前刚好看到 我们学校当时发了一个那个东西说 每个人都要听一个 然后我就听了一个关于如何读诗的啊 我觉得挺好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那他就说那个诗呢 就是其实主要是把一些字啊 就是说读好 比方说我们这个诗里头 有这个水啊 有这个河 他说遇到水遇到河呢 这种字呢 你就要读的悠长一点 因为呢水和河呢 这个字在 他就代表用悠长 遇到山呢 你就读的短促有力一些 那比方如果我们读到这个昭如青丝 这个丝呢 我们就要读的长一点 因为他有丝的这样一种感觉 那如果我们读到这个长醉 那当然是要长了 因为他字本来就是长 然后呢 那个 他说你 你这个把这个节奏掌握好了之后 然后在读的时候呢 别人呢 就很容易感受到这个里头的气氛啊 呃 我自己呢 在呃 在家里的时候 有的时候没事干闲着 跟我太太就有时候我们俩就大高声吟诵啊 那觉得其实效果挺好的啊 呃 正好这个江剑九这个比较难一点 但是我我早上读了一下 我觉得还挺好的 我给大家那个就是说 就王婆卖瓜啊 就是 呃 就是给大家看看就是说 如果读一下的话 效果会是怎么样的 有没有体现中那样一种感觉啊 好 那这首诗在读的时候呢 其实呢 呃 我自己有一个体会啊 这首诗呢 他不是李白写出来的 他是李白唱出来的 就是当那个李白从远方游离到这个黄河边上 然后几个朋友呢 然后几个朋友呢 请他喝酒 然后呢 在这个酒憨耳热之际 这个朋友呢 请李白呢 去吟唱一首 就像我们现在唱卡拉OK一样 然后李白呢 就端起酒杯 就站在这个前面 然后呢 把他内心的这个情绪呢 就抒发出来 而且是一发不可收拾 军不见 黄河之水 天上来 奔流到海 不复悔 不复悔 君不见 高堂明镜 悲白发 朝如青丝 暮成雪 人生得意 虚尽欢 莫是金尊 空对月 天生我才 必有用 千金散尽 还赴来 烹羊 宰牛 且为乐 汇须一饮 三百杯 陈夫子 丹秋生 将尽酒 杯莫停 与君 歌一曲 请君为我 清耳听 忠不转喻 不足贵 但愿 长醉 不复行 古来圣贤 结寂寞 唯有 隐者 留其名 陈王西石 雁平乐 斗九十千 自欢 血 主人 何谓 年少 钱 竟须孤取 对君拙 五花马 千金球 忽而将处 换美酒 鱼而同宵 万 不 愁 好 我这个就是 自己看了这首诗 就是体会 李白在里头 这样一种 情绪 读一下 其实我觉得跟孩子在学古诗的当中 背诵不是一个要点 包括让他理解的全部的意思 也不是一个要点 要点是什么 让他体现这种吟诵 体现这种感觉 有些像描写风景的诗 也是可以读得很轻快的 像绿阳阴里白沙滴 绿阳阴里白沙滴 浅草才能磨马蹄 浅草才能磨马蹄 就是描写春天 你看马蹄被盖住的那种感觉 这个是比较轻柔就是风景的 其实我们原来在学校的时候搞过诗歌比赛 这些孩子对这些文字都不熟悉 但是他们吟诵的感觉比我们成人要好 比我们成人要好 这个是孩子的天赋 这个可以在诗歌朗诵中间做一些应用 当然江剑九这首比较适合成人来朗诵 因为它里面是一种深沉的一种情绪 好 接下来是论语 树丸 我另外打开一个 看到这个屏幕吗 看到屏幕吗 对 讲到这个树尔第七 我没有用PPT是有些原因的 因为我讲到树尔第七的时候 我们其实已经学了相当一部分论语了 我自己的一个体会是什么 前头学尔是总结 讲来学的后面像 学尔后面是为证 为证后面是巴异 巴异后面是李仁 李仁后面是云野 所有这些章节都是在讲孔子的思想 在外在的体现 什么叫外在 就是孔子 比方说孔子针对社会外人 这个李怎么用 这个人怎么用 那么他跟他弟子间有一些对话 那这些对话是显示出孔子的教学的一些水平 那么显示出孔子就是对他的一个智慧 但是从过这些我们慢慢开始对孔子有一个尊敬 有一个崇敬的这样一种心理 那进入到这个术尔 术尔这篇特别的特别 为什么他特别特别呢 术尔这篇是孔子的 差不多可以这样说是孔子的自述 也就是说他是孔子的一个自传 我怎么样为人的 我怎么样处世的 我的志向和理想是什么 都在这个术尔篇第七里头 那这个自传呢 它的重要程度在哪里呢 就是我自己在读的时候 发觉里面几乎每一条都影响了中国几千年 而且我发现孔子呢 其实他所有的这个思想 他并没有特别关心或者特别强调 一个当前的社会应该怎么样去治理 一个当前的社会应该怎么能改造 他所有的东西都围绕着怎么样做一个人 怎么样做一个人 一个人怎么样完成他的一生 一个人怎么样一生能够不断的向上 也就是说他围绕着这个修身 这个点来阐述他的这样一个思想 阐述他的一个思想 那如果说我们读了论语 觉得这个论语呢 或者说我们读了孟子 我们觉得这个是阐述一个治理社会 治理国家的一个方案的 那我们可能就只能是接触一点皮毛 如果我们说这个是修身 我们应该从他们身上学习怎么样做人 那这个呢 是稍微深入了一点点 稍微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体会啊 所以很多人都说过我们说读论语是这样的 如果你读完读之前是这种人 读完之后还是这种人 那这个论语就崴读了 但如果你读之前是一种人 读完之后变成另外一种人 那你可能就有所得 有所得啊 那所以说呢 讲这个术尔呢 我就把这个原文调出来了 因为我自己在想文字不是很难懂啊 但是呢 就是说他呢 就是相当于我们在用李白的这种浪漫的方法来讲啊 就是不一定就是说一定按照这个章节来讲 而是比较随机的选取一些东西 刚刚来看看就是说第一孔子的理想 孔子是怎么样为人的 孔子的性格 孔子的一言一笑 然后呢 第二个呢 就是他这些东西对中国的一个影响 因为其实我发觉中国的古人呢 大部分我们知道的这些人都读懂了文字 为什么读懂了文字 因为他们都知道 自天子以诸书皆以修身为本 就是说拿着这本书不是在学习一个政治性学 或者一个政治经济学 或者是一个哲学 他是在学习我怎么样做孔子这样的人 那因为全全国都在学 全民族都在学 几代几代都在学 怎么样做孔子这样一个人 所以这个民族这个文化 就随之而有了孔子的这样的人的这样一个烙印 所以这个呢 是术尔的这个第七 我觉得特别要注意的一个地方 好 我就先给大家抓几条 大家看看就是说这个影响力有多大 这个第七章 术尔第七的7杠7.7 大家可以看这个我标出来 子曰自行术修以上 无胃肠 无会也 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字面上非常好理解 术修呢 就是腊肉 腊肉捆起来 术修呢 大概就是十条腊肉 十条腊肉大概能吃个十天吧 大家知道一条腊肉也不大 那为未尝无会也 就孔子说呢 说我呢 这个 只要呢 别人拿着这个十条腊肉来找我拜师的话 我一定教 一定教 这很简单 初看呢 就是孔子有个理想 就是说 只要 只要是有这个 这个腊肉我就教 那其实呢 就是说这腊肉肯定不够孔子吃 大家知道像岩慧这种来学的 还有岩慧他爸爸都来学 估计连腊肉都没有 就白交了 然后那个子贡 当然子贡子路 当然是有钱了 会给的多一些了 那孔子呢 只是说我有教无类 但是呢 大家可要想啊 这一条影响可大 可大什么意思 孔子呢 给中国 这之后几千年的这个老师呢 定了一个公子标准 什么公子标准 你不能超过十条腊肉 孔子呢 水平最高啊 孔子至少也是个博士后导师了 我们说应该跟那个拿诺贝尔奖的 那个这些学者 应该是绝对是指高不低 但是孔子说呢 我呢 只要别用给我十条腊肉 我就教了 那惨了 几千年来 中国的这些教书的 没人敢受的比他高啊 没人敢受的比他高啊 朱熹 当时在宋朝是多么永远 讲学的时候 就是那个书院里面挤的全是人 不敢收钱的 不敢收钱 啊 为什么呢 他前面有 孔子在啊 定了标准啊 对吧 这个教书呢 不能够以金钱来算 不能够金钱来算 那这条呢 看着好简呢 他影响是非常大的 因为大家想一想啊 就是那个 在夫子那个年代 还没有到那个 就是说普及教育那个年代 那是夫子开始普及这个教育的 也就是说 穷苦的人 我都教 只要女人一学 那 孔子在他之后 他的弟子都去教书去了 儒家 儒家的教书 到了战国时代 那时候很多的世人 就是贵族变成了这种穷苦的世人 读书人 那些人呢 都在干什么呢 千方百计的往上爬 啊 怎么往上爬呢 怎么样让自己的这个知识 能够卖个好价 怎么让自己的这个脑袋 能够卖个好价钱 啊 那个 不管是苏秦呢 还是张仪 啊 纵横家 不管是这个李斯啊 还是商鞅 法家 对吧 还有就是像那个齐国 那个学宫 齐国有著名的学宫啊 里面的会研究黄老之学的这个道家 还有杂家 像淳于坤 还有那个像明家 像会师 这些人 研究这个学问 然后呢 讨论学问 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为自己谋进阶之道 谋进阶之道 李斯是非常有名的 对吧 要做 凉仓里的老鼠 不要做厕所里的老鼠 可是只有儒家 从孔子到子夏 到子思到孟子 老老实实的拿着十条腊肉 在向贫苦的人民 在教学 一直教 一直不停的教 然后呢 到了汉朝 到秦朝自然的 秦朝是法家汉朝 也还都是 叫做举贤制 什么叫举贤呢 一厢的笑脸 已经不考虑这个 这个说是一定要 要是这个 这个有钱人 但是呢 仍然呢 是按照门第 来做这个事情 虽然说是霸 数百家 数百家独尊儒属 但是那个时候呢 孔子的思想呢 并没有占主导地位 那时候是以黄老之学为主 那但是呢 这个时候呢 这个儒生们还是在默默的执行着孔子的这个道理 叫做自行述修以下 贫苦在农村 在广大农村教学 他们的学问呢 不能够为 皇帝所用 不能够为政府所用的时候 他们干什么呢 他们就把这套仁义理智 是孔子的这些道理 做人的道理 就交给这些普通的 这贫苦的这些农家弟子 农家弟子 那这一交就交了多少年了 一直交到 我们说至少到了这个清朝 一直这么交 那交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在那个清代有个诗人 就圆梅 我觉得他写特别好 有诗 说我们的这个儒生是怎么 我们这些拓地的这些秀才也好 童生也好是怎么交书的 漆黑茅庐乌半间 猪窝牛圈 玉锅莲 木童八九 纵横坐 天地玄黄 喊一年啊 我看到这个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感动啊 就是 就是这样子一个教学环境 然后就是这样一些 就是学了孔孟之道的人啊 你不管他是童生也好 他是秀才也好 他是退休的官也好 他们就在这样一个 恶劣的环境下 默默的在教着 每一个中国人啊 做人的一个道理啊 那当时的那个这个老师的这个这个待遇是怎么样呢 这是已经到了清朝已经是最后了 那个时候儒家已经占绝对思想了 但是我看那个汝林外传上也是说嘛 说那个有一个说是个秀才 他教的 他就是说 教了十个学生 然后呢 最多的是交了一千银子啊 另外有一些呢 是给的是茶叶 有的是给的是粮食 有的连粮食也给不起啊 他说反正就是一个月给的东西呢 也不够吃啊 那好再好呢 就是说也可以去各个学生家里吃饭啊 啊 那这就是说明什么呢 就是说孔子这条这句话太厉害了 老师不敢收高学费啊 老师叫什么 教学不是为了挣钱啊 所以说呢 当时那个普宋明有感慨啊 家有伴努粮 不当孩子王啊 不当孩子王 那说这个呢 是笑话啊 就是说 但实际上呢 他的影响有个大呢 就是一直在这么教 那么 教到这个三国两进啊 中国混乱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呢 由于这些儒生的存在 大家知道那个时候 国家已经非常混乱了 三国两进南门朝五书乱华啊 但是因为呢 就是在这个时代 就是孔子 因为孔子所扎下的这个平民教育的根 所以即使国家没了 国家分裂成无数个国家 可是在每一个村落里头 只要有稍微有点钱的 有点家族的 都会请老师来教 过去的世家大族 请老师到自己家里教 平民老百姓 寺堂里头教 有些时候还进办医学 翻医学是从那个隋堂开始啊 到饭中烟 就是有点钱呢 就请来 最著名的还有一个乞丐 叫武训 对吧 讨饭来成立学堂 请老师来教书 那教的这些呢 这些呢 法家是不会往下跑的 那个明家也不会往下跑的 纵横家更加不会往下跑 在下面呢 都是儒生 学孔孟之道 他们呢 就把这点东西呢 继续的交给他 孝帝领异 交给这些没有国 没有家 民族融合的这样一个时代 三国两进 那个时候 东方有十几个国家 那个南边北边有十几个 南边少数民族 南边那个国也是朝代不断更替 这十几个国家 纤卑族什么凶奴族 各种各样的族 层出不穷 可是他进来之后呢 遇到这个文化上 就是这帮儒生 拿着这个十条腊肉 在不停的交 终于有一天 到唐宋 到隋唐 科举了 全国各地 过来有知识的 来进入政府的 就是这些拿着树修以上 拿着十条腊肉的老师 这些一心执行 这个孔蒙之道人 教出来的学生 然后呢 他们呢 用同样的思想 因为他们学的都是同样的东西 他们把这个国家 又把它黏在一起 又把它黏在一起 那孔子呢 立了一个标准 就是什么呢 精神高于物质 你当老师 你就一定要 重精神清物质 不管你愿不愿意 因为这是孔子定的标准 那其实比一下 我们现在的这样一个方式 就是我们现在呢 就是说 是知识 和物质是捆在一起的 那如果你是博士圣导师 当然你拿的高一些 如果你拿诺尔波奖 你可能就更高 但是呢 按照孔子的标准 你只要把你的知识撑着卖 你连他的这个脚脖子 你都够不着 脚脖子够 那我们现在的教育呢 就是完全商品化 那商品化带来一个什么结果呢 讲一个简单的结果就是 在过去 我知道在那个 我看那个很多历史 在农村 就说 其实我们古代 就因为学主要是学识字 农民送孩子来 主要是学识字 那这个老师呢 收入很低 也是自己要种地 物质生活是肯定很破的 但是呢 那个 他们呢 特别受人尊敬 因为那老师要去各家吃饭 那那些农民呢 都非常尊敬这些 识字的这些 秀才也好 这些童生也好 为什么呢 这就是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 一个根本 就是我们呢 对于精神追求 是觉得呢 他比物质追求要高 所以我们尊重一个呢 有精神追求的人 所以呢 对于读书人来说的话 虽然他很穷 但是呢 他觉得呢 他有这个斯文 斯文就是什么呢 斯文就是读书人的精神世界 那斯文也是从论语 也是从论语这个字来的 就是从论语中来的 天知未丧斯文也 对吧 那实际上就是指的这个礼仪 这样的一些东西啊 那一旦你呢 是一个有精神追求的人 那作为这个 我们讲就是农民来说 他从朴素的角度 他尊重你 因为他觉得呢 你不是一个商人 你呢 教给我孩子的东西呢 是能够让我孩子 有一些 知识 然后呢 懂一些做人的道理 懂一些这个孝地 礼仪廉耻 所以呢 他非常非常尊重 可是 等这个现代社会呢 当这个老师职业化之后呢 这个就 大家就变成商品关系了 所以这种尊重呢 就变得 没那么 值钱了 那这个呢 只是我一家之言 大家千万不要那个 就是说觉得 像我说的这个 对或者不对 都是我只是 借这个 自行述修语上 来看那个孔子 就是说 这一条 那么后世代的 学孔子的呢 就用这一条 把中国的这个 教育啊 这个儒家教育 就这么普及开了 最后让他成为 就是说 凝聚我们民族的 文化的一个 一个东西啊 一个核心 一个拟带 就是这个教育 普及到 那怎么样普及的 普及到农村呢 农村没有钱 对不对 所以说 你就不能收很多的钱 你就是必须要 就是说 有这样一种责任的 这样一种志向 这样一种学孔子的 这样一种 这样一种 一种心胸吧 就是你就是说 我一定要教 不管是他给不钱 就教 那个我记着 讲讲就是 那个 陶行之 就是民国的时候 著名的教育家 陶行之 他小的时候 就是 清末嘛 没钱 没钱的时候 当时呢 就是那个秀才教他 但他家里 连这个腊肉 都拿不出来 腊肉拿不出来 不也教嘛 那最后也教 那最后教出的 陶行之呢 是一个伟大的 这个教育家 那我自己学论语呢 主要是跟着 那个钱牧 就钱牧老师 那钱牧老师呢 他是一个国学大师 49年的时候呢 那当时他到了香港 呃 当时因为这个解放战争嘛 那个所以当时到香港的一些年轻人呢 都非常的这个苦闷 都非常的苦闷 然后呢 惶惶不可终日嘛 因为也不知道香港能还能撑多久嘛 但是呢 钱牧当时呢 就说我要办一个东亚书院 要去给大家教书 讲什么呢 讲的就是恐梦的思想 那钱牧为什么要讲这个东西 他觉得人呢 物质上的东西 可以没有 不一定会垮掉 但是精神的东西 如果没有了 这人就彻底完蛋 所以他要赶紧在那种 最困的情况下 先把书院办起来 全部自己掏钱 这个呢 学谁的 就是学孔子 学哪句话 自行述修以上 无伟长 无会也 所以我自己觉得那个 我自己在 现在在弟子规这边 当义工嘛 我也是觉得就是说 哎 我们也是一个 这个圣人的学生 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呢 一定要认真地学习这个孔子 就是要做到这一点 自行述修与上 无伟长无会也 就是绝对不能够去追求这个金钱 所以这个呢 就是讲到这句话 对中国这个5000年文明的一个影响 一个影响 那还有一条呢 这条特别有意思 我看一下 是在这吧 哦对 第18章 第18章 子所雅言 诗 书 直理 解雅言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他说呢 雅言呢 实际上就是州 西州那个地方的画 官画 因为呢 西州当初 西州几百年嘛 后来变成东州 但是他之前呢 他的他是文化和政治 所以呢 这个诗书啊 这些书都是在那边做的 然后也是那边学的 贵族们学的 那么他在那个地方呢 西州应该在陕西哈 那个地方呢 那个地方是相当于是官画 我现在到陕北去哈 我发觉陕北人说话就很有文化 像那个陕北的老头 他们说 有个事商量一下 不说商量 他们说酝酿酝酿 当然是用的是陕北话 酉酿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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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酿 让他们说这个你这个人 你小子说谎 啊 不说说谎 说 做据 说你玄谎 你玄谎 还有说你厉害 经常说你这个人 是一个 不好的人 就是说你这个人 不仍仪 不仍仪 所以那个地方还保留着这么几件的 还有这样一种 这种诗书的这样一种传统 在农民当中 那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原来就保留 还是说后来遗传过来 因为那个区域变化很大 但是孔子呢 说雅言诗书直理 诗书呢 是就是说我去讲这个诗 读这个诗经的时候 上书的时候 那这些书的时候呢 我是用西州那个地方的官话 直理呢 我是执行祭祀的时候呢 我也是重大场合呢 我也是用官话 那孔子呢 是山东人 是鲁国人 所以他一定有鲁国话 所以但是他在那个时候呢 他不用鲁国话 他要求大家都要用官话 这条大家想 这个影响很大吗 影响很大 我们现在中国人 我给大家讲话用的是普通话 大家知道我们用的是普通话 那普通话教育哪来的 就是从孔子这句话来的 孔子呢 叫大家学习的时候呢 有一个语言 什么叫语言呢 这个语言呢 就是官话 那现在我们是用的是北京话 推广普通话 但是可能当时推广普通话 也不一定意识到说 哦 这个原来是受了这个 咱们夫子的影响 这个呢 统一这个说话的标准啊 这个意义究竟有了 大家知道中国是变得越来越大 孔子那时候还小啊 我相信鲁国人的话 也许 楚国人来了也听得懂 楚国人的话 鲁国人也听不懂 但我们知道就是说广东话 我们就听不懂 现在那个客家话 我们也是很多人听不懂啊 我知道我去了安徽 安徽话 我基本上很多地区的话 我简直就是听的是一塌糊 对 那这个问题就来了 这么大一个国家 如果大家语言都不统一 就怎么样能够形成这么大一个国家 孔子那个时代呢 那国家很小 都在黄河流域 问题不大 可是后来变得越来越大了 又不同的民族 少数民族融合进来了 大家都有自己的语言 都还是要保持自己的语言 那即便是文字统一了 那不一定就能够保证 大家国家就能够统一在一起 那所以呢 孔子呢 在很早的时候就意识到这个 在他教授的意识问题 就是我们必须要有两种语言 一种语言是我们日常用的语言 一种语言呢 是大家都通用的一种语言 这种语言呢 是正式的语言 可以跟那个文字 就是文字相通的 所以呢 他告诉弟子 我们教学的时候 我们教的这些书 要用官话来读 不管你在哪个地方 那在孔子那个时候 是蛮小的 后来到了这个 到了那个礼记中庸的时候 我们知道在周朝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实现了车同轨 叫做书同文 就文字基本上已经统一了 那车呢 可能杜亮恒之类的也快统一了 后来到秦朝呢 是彻底统一 钱币统一 所有这些统一 都还不能够完全做到文化的一个统一 欧洲是一个蛮显难典型的例子 欧洲呢 其实你会发觉就是说 有各种各样的语言 那么各种各样的语言呢 就导致于它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国家 可是中国呢 这个这么大后来变成这么大一个国家 为什么没有像欧洲那样变成几十个不同的国家 操着不同的语言 但是有相近的文化呢 因为 孔子的这个教育的其中的 它只能算是其中一个影响吧 但是我认为呢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 和前面那条结合起来 那 因为大家教这个书都是用一种语言来读 我们不管它是用这个 这个周朝的那个北方的语言 或者是应该是用陕西的语言 因为 唐朝的时候 那个长安还是咱们国家的中心 科技师 那这个语言呢 在教的过程中 那么所有的老师 都严格的贯彻着这样一个标准 尽管大家不一定读得很准 但是都严格贯彻着 尽可能用最标准的语言来读它 然后呢 在这个秦汉三国两进南北朝 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当中 随着这个平民教育的普及 用雅言来教这些诗书礼义的 这些教育普及到了世界各地 随着这个秦朝的扩张 到了我们的这个广东 云南 随着汉朝的扩张 到了我们的这个越南边境 到了北边 到了这个我们的东北 甚至到了朝鲜的一部分 随着民族的融合 把各个民族融合进来 然后呢 等到这个我们开始要去搞科举制的时候 从全国各地来的 想进入中央政府的人 他们去参加考试 他们肯定是用的是同样的文字 是参加同样的考试这个对方 但是他们在这个证书段 他们可以讲同样的话 他们不需要翻译 然后呢 他们又把这个 这种东西呢 又带回到他们的家乡 然后呢 在家乡里头知道 哦 我们现在有一种话 是全国通用的语言 那这个全国通用的语言呢 是大家都可以理解的 那我们也都学习 所以我们一个中国人呢 就学会了两种语言 一种是自己的家乡话 一种是全国通用的语言 那这样的话 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 就在文化上就彻底的统一了 那如果语言不同意呢 不一定会保证 这个文化和国家的一个统一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就是日本是学了我们的文字 那么他学了文字 但因为他跟我们离得比较远 所以他没有在语言上 跟我们发生任何的交集 那实际上后来 他拿我们的文字过去 我们到现在看不懂日文 但是我们跟他的语言是不同的 所以实际上我们跟他的文化 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我们日本只能说是 吸收和借鉴了中国的文化 但我们不能说 他和我们中国文化是一体的 那孔子这句话 我讲的 他的影响的意思就是说 孔子坚持的教育的原则 这两条都是关于教育 第一条就是说 老师要注重精神方面的 不能注重物质方面的 这就代表就是说 我教出的孩子 他一定意识里面是精神高于物质 那第二个呢 这个亚言呢 孔子就认为就是说 这个文化的传递呢 他需要有一种统一 文字的统一和语言的统一 那在这 在孔子那样一个时代 然后他能想到这个几千年 这么长时间的一个影响 这样一个事情啊 真的就是这句话 你看着很简单 但实际上你会看到 就是孔子这样一个思想 就是孔子这样一条 那为什么我自己前面读师 就我全人大家都在学 我就是因为大家学孔子 所以现在才变成了一个什么情况 就是说这些思想应用下来 然后呢 把我们的文化凝聚在了一起 凝聚成了一起 你说到这样呢 就是多说两句啊 就是其实你要是看着我们中国的历史啊 中国这个国家啊 他并不是说一定要去 就是说就是必须从地理的角度 或者是从这个应该说从这个政治的角度吧 或者从经济的角度 他没并不是一定要成为一个正大的国家 那么在最初的时候 像摇顺雨的时候 大家看到那个历史都知道了 那个那个时候呢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好像大家结成一体的 那是因为就是我们黄河流域的自然灾害特别多 那自然灾害特别多的时候呢 需要大家团结起来 来共同抗击自然灾害 所以我们就有摇顺雨这样一个时代 甚至包括到夏商 这样一个时代 就是已经形成了国家 各个国家联合起来 有一个共主 然后来共同抵御 一个是自然灾害 一个是这个少数民族 一些这种渔猎民族啊 游猎民族的游牧民族的一些这种进攻啊 那么但是呢 到了这个州的时候呢 其实这些国家呢 的力量已经比较强了 少数民族的威胁没那么厉害了 尤其是到了这个春秋战国时候 那他呢 就是那个州呢 就创造了这个宗法制度 那宗法制度的目的是 就是因为他国家变大 怎么样统治呢 就是通过这种血缘关系 通过这种规定的这种封建 这种分封制度 等级制度 来完成一个国家的统一 然后呢 他就修这个师叔礼 试图把这个文化 这个能够让统一起来 然后交给各个国家 那他建立这样一个制度 那他建立这样一个制度呢 是希望呢 就是说这个州呢 能够持续的统一下去 但是呢 随着这个 这些国家的这个发展啊 中国这个农业文化的日益的增强啊 到了这个 于是到了战国的时候 大家可以明显的看出来 其实那个时候呢 那个第一个就是周朝的影响已经基本上没有了 因为已经灭亡了嘛 礼乐崩坏事的春秋开始了嘛 那第二个呢 就是那个 那个国家已经很强大了 当时战国七雄啊 秦楚赵武 韩赵魏 那个齐 燕啊 这些国家呢 实际上是非常强大 大家可以看就是那个 当时有很多少数民族 其实都被他们消灭了 那有些少数民族被他们挤到这个 这个北边去了 像那个匈奴啊 那像秦国和那个赵国都是对抗匈奴的 实际上他们在跟匈奴的对抗当中呢 是胜多富少 也就是说游牧民族是出于这个弱势地位的 游牧民族是出于弱势地位 那么在这个自然环境方面呢 像那个国家一大了 都是几百万 像七国的那个国都都是摩金几种 几十万的人的那个大城市有好几个 那他们呢 实际上呢 就是说这个国家呢 已经完全有能力 对抗自然灾害 对抗万民族 对抗这个 其他的一些 一些这种地理或者政治方面 经济方面的一些影响啊 这些东西 修水利啊 那实际上来说从农业的角度来说的话 大家知道老子提过小国寡民嘛 农业呢 他是自己族 他这个时候呢 他这些国家呢 是完全没必要就一定要统一在一起 对 一定要统一在一起 形成一个国家的 并且还要扩张的 他没有这个一定的必要 但是呢 为什么呢 就是说最终呢 就是说我们还是走向了这样一个统一呢 而且变得越来越大呢 就是自始至终呢 都是大家都是这个分裂是一种非常态 统一呢 是一种常态啊 这个原因呢 其实就是有一个文化传统的力量 那这个文化的传统的力呢 在春秋的时候 就孔到孔子这里 因为孔子看到了这个 李悦崩坏的任何一个状态 那么他呢 做了一件事情 做了两件事情 就是成上起下 那个成前起后 应该叫做 我想应该叫 既往开来 成上起下既往开来 那什么叫成上起下既往开来呢 可以看到这个第一章 树尔篇的第一章叫 子曰树而不做 信而好古 切比我于老鹏 孔子说了 说我自己呢 只讲树 讲树什么呢 讲树这个周朝建的这些 已经搞好的这些书 诗啊 书啊 这些理智啊 我自己不创作 信而好古 我对古代的这些东西呢 我非常的相信 我经过研究呢 我非常信 然后呢 我呢 要把它传递下去 我就像那个老鹏一样 老鹏就是商朝一个著名的贤大夫 有人说是老子和彭祖啊 但没有关系了 就是孔子叙述自己的一个 为什么放在第一章呢 就是因为我刚才讲 孔子说呢 我的任务 就是把这个已经 很好的这个文化 这个文化呢 我要把它 传递下去 这个传递下去 有两个传递 第一个呢 是向下传递 因为原有的这个贵族社会要崩溃了 很多人觉得孔子好像是推崇周朝 是希望恢复到周朝的那个统治 不是的 孔子呢 他的学问里面是 他知道一切事物都在变化 是不可能一个制度永远存在的 那他想的是什么呢 我要把这个 这些好东西 这些礼乐 这些里面的这些 人心的这个东西呢 这些文化的精髓部分呢 我要传递一下 就叫成上启下的意思 不是说古代和现代 是把原来属于上层的 属于贵族这个东西 把它放到民间去 因为孔子到了孟子就很明显了 就是贵族是今天上台 明天倒台国家是今天什么呢 老百姓是不动窝的 老百姓世世代代足足 所以我要把这个文化放在 不动窝的这个地方 所以这叫成上启下 平民教育 第二个呢 既往开来 把过去的东西呢 拿到现代 我信而好顾 但是我要针对现在这个社会 我要给他提出一些 可以使用的一些原则 把它总结出来 这个东西呢 不因为制度的变化 不因为政权的变化 而可以拿来随意改变 所以孔子把这个东西提出来 就是把西周建的这个宗法 礼仪 这些本来是用来作为他统治的东西 给他提出来了 变成了文化的东西 所以叫恕而不作 信而好 那他做了这件事情之后 随着前面我们讲的 普及文化 他是通过平民 教穷苦人 通过语言和文字 教科书的这种统一 孔子实际上就是统一了教科书 在民间统一 然后呢 当这个国家呢 就是咱们国家 从这个春秋战国时期 你知道就开始进入动荡 其实到秦汉三国两进 汉是比较长的 但是中间也是有不少的动荡 到三国两进 都是在一个动荡的过程当中 这个动荡的过程当中 是在做什么事情呢 这个动荡的过程呢 实际上是在做试验 什么试验呢 这八百年的这个奴隶社会 封建社会也垮台了 中国进入到另外一个阶段 没有人尝试过的郡县制度 中央集权的一个 还有一种各种各样的 那这个时候呢 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各种思想 百家正宁 就思想 成熟的思想 道家也好 儒家也好 法家也好 通通拿出来 在现实社会 做试验 看哪个方案 更合适 秦国用的是法家 但是呢 建统一成功了 国家很快倒战 汉朝呢 倾向于狂老之学 然后呢 兼用儒术 三国两进呢 佛家引入 和道家 这种虚无之学 在那个时候呢 也是不断的引入 然后呢 到了隋朝之后呢 三国两进之后呢 就是儒家呢 又开始慢慢的抬头 那最终来说的话 这个实验的过程 一直到了唐朝 这个实验过程最终完成 完成什么呢 归到儒家手里了 就是整个的社会 整个的文化 实际上就是说 他以儒家为一个中心 而其他的呢 是作为他的一种兼儒 如佛家也好 道家也好 那个法家也好 那为什么会这么一个情况呢 就是因为 孔子他打的这个 就是孔子作为儒家的这个 这个先驱 他打的这个基础 他把这个文化放在一个 最基础的位置 把这个理念 放在一个最尊处的 可以传播的位置 不受上面的影响 所以呢 这个因为有这个 所以中国 因为在下面这个底层 这个架子 这个架子 他有统一的文化传统 这个统一的文化传统 他有一种向心力 这个向心力呢 在最后在唐朝实行科举之后 他终于形成了一种 强大的政治力量 什么叫政治力量 就是全国各地的 这些学了 这些儒家的 这些世子呢 到了这个中央政府 然后呢 他们愿意去维护 这样一个大一统 这样一个国家 这样一个文化统一的局面 从世界各地 然后他又被派到了 各个地方去 你看现在的中国 其实跟过去的中国 一千年的中国 其实是基本上是一样 他们在被派到 巫视他们的家乡的地方去 会去统治那个地方 又把文化进行文化 终于让我们的文化 融合了我们的国家 形成我们这样一个强大的 这样一个中华民族 所以我为什么讲的 舒尔这个能力的影响呢 所以你看在中国的 这个社会的文化的创造当中 有几点就是特别核心的地方 第一点 就是人对于历史进程的影响 在中文中间我跟大家讲过 就是叫做人是制成 唯能制成而能尽其性 而能参赞天地之化育 这都是结合在一起的 为什么说参赞天地 就我能够协助天地去化育 这个历史 思想影响文化 文化影响民族 比国家 国家形成民族 应该是文化形成民族 民族形成国家 国家有生有灭 民族不断融化 文化生生不息 思想是永远闪光的 我今天谈的可能有点有点杂 但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核心的点 就是我们在体会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候 我们在体会的时候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 就是说对咱们中国的文化的了解 一个误区 就是因为在西方 在其他任何一个文明里 都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古埃及古巴比伦 古印度文明 他们都非常灿烂 但是他们没有一种这种 既成上旗下既往 开来的这样一个人物 或者让一群人的出现 所以他因为自然环境的改变 和外族的入侵 他的文化就消亡了 然后到欧洲呢 像希腊 像罗马 像后来这个蛮族 罗马部分蛮族入侵 中世纪的建立 一直到殖民时代 到后面资本主义时代 到帝国主义时代 他所有历史的发展 都是主要受地理自然 外族入侵这些元素的影响 后来现在就是科技的发展 所以他里面人的影响非常小 所以他看不懂中国人看不懂中国的历史 说为什么我们的历史怎么像是话剧 那么多人和人间谈话 他们觉得历史就是小麦水稻 石头铁器这些客观的东西 但是中国呢 认为历史就是人 跟那些东西有关系 但是没有太大关系 因为呢 人改变了这个文化 这个历史的进程 就是中国啊 这个文化 这个历史的进程 那你在看西方呢 他的这个特点 我们不讲西方 就是我们有其他文明 就是说相当一部分 不是所有 希腊有希腊文化 罗马有罗马文化 中世纪呢 有后来形成了这个基督教文化 那基督教文化 后来在文艺复兴之后呢 不行 就变成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有资本主义的文化 我们现在我不知道叫什么文化了 我们叫互联网文化 严格意义上 还算不算互联网文化 是一种过渡吧 但是呢 有一点呢 就是你会看到 他的文化呢 是附属于一个物质的 有形的东西 一个国家起来 另外一个国家灭亡 文化也随之消亡 甚至连宗教也灭亡 那罗马当时征服了整个地中海 每个地中地区都有自己的宗教 可是在罗马征服之后 这些宗教就都没有了 那后来呢 兴起了基督教呢 他是超过了这个 这个这个 地狱的 所以呢 他呢 顽强的生存了下来 并且在中世纪的时候 成为一个统一的一个宗教文化 那这个我们不谈 但是呢 那我们现在看到 就是基督教在资本主义这个社会之后 他也面临着很多问题 那我们呢 就是我讲这一点的意思 就是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就是 就是这个孔子思想 孔子经常讲到 这个意义贯之这个思想 我们在学习这个数尔的第二的时候 尤其在学习孔子 一定要 就是孔子这个意义贯之啊 在各个方面能体现出来 那说而不做 心而好 这个意义贯之 在我们中国几千年的一个 这种发展当中呢 每一个人都在运用 也就是每一个人呢 每一个后面的人 朱熹也好 王阳明也好 成义也好 他们都是在 孔孟的基础上 或者在这个春秋战国的这些思想技术上 就是能够再解释 再添加 但是绝对不去毁灭它 那这个呢 也是跟就是说西方文化一个很大的 西方文化就是说对于传统的东西呢 我是可以学习 可以继承 但是呢 我的目的是为了创新 新的永远比老的好 那在我们的文化里头 不是这样的 我们认为呢 没有什么新的比老的好 这个东西 是一种绵延 绵延就像水一样 就是子在川江逝者的时候 就像水一样 你看不出来 哪一块是哪一块是现在 它是川流不虚 川流不虚的 就是这么一种一种感觉 像长城一样 他们这样一种感觉 那这个呢 是我们的这个文化 那这个文化呢 我们在读论语的时候 像我讲了几句 我就让大家 就是说我自己啊 这是纯粹是我自己体会啊 千万不要说 觉得是 我到这一章 可能就是自己体会 会谈得多一点 这一篇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其实要去 就是说体会的一个地方 就是这个 这个孔子 他到底在在做什么 那孔子呢 那么他作为人来说 他自为他个人来说 他的一生 他追求的是什么呢 你看他这个第二章 子曰 墨而时之 学而不严 会人不倦 何有于我在 第三章 得之不修 学之不讲 文艺不能洗 不善不能改 事无忧优 我刚才讲了 就是一意观之 读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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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记住一点 这四部书 都不是去讲一个 什么哲理 也都不是去讲一个 什么政治 或者理智 或者跟哪个社会 有关系 他只讲一个事情 怎么做人 怎么做人 就是学孔子怎么做人 这是孔子的弟子 总结出来 你怎么做人 就是学孔子怎么做人 孔子是做什么人 孔子的志向是什么 一辈子默默的学习 把他记住 学习这一辈子 从来不会感到厌见 然后去教别人的时候 不感到厌烦 去标人的时候 不管这个学生 是什么样一个资质 我都不反 我们现在经常讨论的 就是教学生教的痛苦 孔子从来不反 什么学生他都不反 一辈子都不反 他这对我有什么难的 他我有忧愁 我忧愁什么东西 德行不能够好好的修养 不能够好好的做学问 听到正确的事情 正确的 应该是这样 是正确的 是义 自己呢 却改不了 习就是不自 不能转的那个方向 比方我们都知道 人倒是好 都知道说 人要轻一点 这个物质方面的追求 重一点精神 可是我们就改不了 俗话说叫狗改 狗吃啥 但这话也难听 我们自己有很多 不善的行为 我们就是改不了 他这个呢 是我最忧心的 这也就是我要去教的 我要去教学生 怎么样去 做这么一个事情 怎么样去做 这种事情 那这是这一章 我看一下 对 这一章 应该在后头 我看一下 对 二十四章 子曰 二三子 以我为隐乎 无无隐乎 无无行 而不与二三之者 是秋也 这句话不太好理解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二三子 就是他的学生 学生说 孔子说 你们 孔子对学生说 我教学 你们是不是觉得 我好像说的 有所保留 就是说 因为弟子跟孔子学了很久 怎么学了半天 孔子的学问 我就学了个皮毛 或者学不进去 就像子贡说的 对吧 夫子像天一样 我们就养殖米糕 对吧 言言说 我追都追不上 那孔子是不是有东西 没教给我们 对吧 那孔子就跟他们说 我没有 无隐乎 无无隐乎 我没有任何东西 没教给你们的 为什么呢 我无行 而不与二三自成 我所有的行为 都在你们学生眼里 这个就是我 这个也就是 我教给你的东西 这什么东西呢 这什么意思呢 知行合一 孔子所教就是他所为 孔子所为就是他所教 他告诉学生们 你看我就好了 咱们的知行合一 是非常非常难的 你知道吗 一个人 他的这个说出来的东西 和他行为 是完全一致的 这个目前 从古代的史书上看 孔子应该是 真的是前无古人 后来着 那到王阳明里面 就对吧 把这个总结说叫 知行合一 作为他一生的信条 知行合一就是 智诚 那孔子告诉你 你怎么去学我呢 就是要做到 知行合一 智诚 你跟我学 那孔子说的 不是跟我学 孔子说的就是 你要跟一个 知行合一的人来学 你学习 你一个学生 怎么样当学生 那我们现在讲 就是说 在学校里头 为什么我们现在老师 跟学生的关系 会变得不好 是因为 我们的老师 只是教知识 他没有知行合一的 这样一种理念在里头 可是在中国古代 很多的私属老师 是用教编的 大学生的 体罚的 可是师生的关系 往往是很好的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时候 很多的老师 他是知行合一的 学生从他身上 能看到德行 所以呢 身体上受了痛苦 但是心里面呢 却更尊敬 那这个呢 就是一个点 这就是说 这是孔子 对我们中国人 对我们中国读书人的 一个影响 我们的读书人 跟知识分子 不是一个东西 知识分子是欧洲的概念 什么叫知识分子 就是用知识来改变世界的一群人 有知识叫知识分子 那知识呢 还是一个外在的东西 是学来用来改变世界 我们这个古代这个读书人 在孔子那时 人的一生就是为了读书 读书人是为了读书而生活的人 读书不是手段 是目的 所以在这个里头呢 就是你可以看到 这个孔子的这样一个影响 就是就在这个地方呢 我刚才给大家讲的意思 你看到这个对文化的影响 所以呢 大家可以从里面体会 就是一个最关键点的 就是在这个孔子的 一定要体会到 就是所有的每一条 孔子说文语中的每一条 都要结合到咱们自己 做人如何去提高自己的 就是回到我前面说的一句话 读完论语 如果你读前是这种人 读完之后还是这种人 那这个论语呢 实际上你是没有读进去 你可能就是读一个知识 但如果你读了之后 你读完之后 你觉得我也是孔子的弟子 那我也要 就是说去做知行合一的 这样一个人 那这个论语呢 就算可以 就算是可以了 那在这里面呢 就是有一张 在这里 我把这张找出来 对 就这一张比较长 子曰 这是第26章 最下面 大家找一下 子曰 圣人 无不得见之以 得见君子者 是可以 子曰 善人 无不得而见之以 得见有横者 是可以 无而为有 须而为盈 于而为态 难乎有横矣 好 这句话呢 也是影响了咱们中国 几千年啊 这个人啊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孔子说圣人我现在见不到 孔子不能不会说自己 他说呢 我呢 现在能看到君子 也就是圣人 我们大家知道 就是圣人呢 是能够这个打天下的 以祭天下的这种人 那孔子感态这个时代 没有这种人了 他说能但君子 君子呢 一个最大特点是能够自首啊 就是说 仁义呢 这些能够自首 能够慎多 他觉得能见到这样的人 也不错了 他说善人 善人就是像 比方顺之为善 如江河之下 非然绝口而 莫之能欲啊 就是这种 愿意就是说 有这种善的这种品质的人 不好意思 我是不是刚才有人在拆的 我没听到 那个善人 孔子不光是谈理想 刚才我看了 对 他实际上提出了 很多很多实际操作的办法 用在我们的教育上面 用在家长队 辞语的教育上面 绝对是 我认为是受用无尽的 善人无不得见而见之意 他就刚才见的那句话 孔子说 这个怎么样做到这些可以 无得见有横者此刻 他就说 你只要有横心 去往这个方向 努力就行了 这个 无而为有 虚而为淫 约而为泰 难会有 什么意思呢 你不努力的原因是什么呢 无而为有 你明明没有 你装作自己呢 有这方面的这个见识 然后虚而言 你明明的内心呢 就是说这个 这个是空洞 但是呢 你觉得自己呢 是充满的 然后你呢 你明明是困在那里的 你却表现出呢 你很安泰 好像都已经理顺了 他说你这个人呢 你不能把自己的心呢 检讨出来呢 你就没法做到有横的去追求这个善 你没法做到有横的去追求这个善 你当然离善 你当然也不可能成为善人 那这个善人呢 就是孔子说的君子啊 这种人 那孔子呢 就是在这个方面呢 又给出了一个点啊 就是讲到这个点 就是说 这是一个落脚处 得见有横着 从横这个角度下手 好 我先讲那么多 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没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 还需要继续听 谢谢 好 我再讲一点好了 讲点实际操作的 对 咱们这边有几个老师 咱们就讲个老师 这个 我还是这个串着讲啊 这个 子曰不奋不起 不匪不发 与义不与三欲反 则不复也啊 那这个呢 就是 稍微讲一下 就我们孔子的这个教学方法啊 就是讲到说是这个 一个人呢 不学习 学到这种通不过去啊 就是说学不通啊 就愤怒 就已经愤怒的时候啊 没有这种 一定要通的这种决心的时候呢 孔子说呢 我是不去启发他的 就是不去开启他的这个路的 不给他打开那个门了 那不匪不发呢 什么意思呢 就是 首先就人要有好学的动力 就说你要有这个动力 如果你连学习的动力都没有 孔子是真是拿你没办法 动力一般都是因为困住啊 不匪不发 他说不匪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 其实你已经就是说 学到了东西 但是你呢 就是学的不扎实 就是不匪就是想说话说不出来 匪 匪策啊 匪 那个就是那边一种感觉 他说这个时候呢 我看见你呢 就是说你已经有所得 但是你讲不出来的时候呢 我在这个时候呢 才去启发你 如果你要是能自己能能够往前走的时候呢 孔子说我不会去动你的 举一欲不欲三欲反 这是层次啊 每一个不同的层次 他说我跟你讲 讲了一个桌子 讲了一个角 你呢 马上能够联想到其他三个角 就是说从 这还有其他三个方向可以思考 他说一个学生呢 如果做不到这样的话 就很难再教下去了啊 那这就是我们古代的这个教学方法 叫做启发式教学啊 很多人都说我们中国古代是灌输式教学 我一直很奇怪 这个理论到底是哪来的 在我看来呢 就是这个这个 现在的现代教育才是灌输式教育 那包括这个这个西方的教育也是灌输式教育 为什么呢 我的理由是这样的 就从孔子那边就建立出一种启发式教育 启发式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呢 他的目的是让你思考 也就是说像孔子这里面呢 讲的都很少 经常是弟子问他问题 孔子让你去读一下这本书 他就去读 那他读完之后呢 过来给老师讲我的体会 那古代呢 其实从那个像同盟 就是盟管都是这么做的 就是学生老师讲一点点 学生倒过来就要跟老师讲 对 然后呢 老师再去回答学生的问题 那他目的是让你思考 思考什么 就是每个人的思考都会有不同的方向 亡阳亦亦亦亦的思考 朱熙有朱熙的思考 那大家思考的方向是不一样的 但是呢 这个思考方向只要是围绕着这个道 都是没问题 所以呢 如果说是我们说一个学生问孔子说 房子是什么 那孔子可能会说能住人 说能住人就是房子吗 那么孔子认为就是说我们谈 我不跟你下一个定义 我不给你一个概念 把你框住 我就告诉你的一个功用 就像人 人是干什么 人是一种功用 爱人 那你就是能爱人 都是吗 那你去思考 不一定吧 那孔子谈的是房子的功用 是不是给房子一个定义呢 或者一个具体的概念呢 那是你自己去思考 所以如果你觉得洞穴是房子呢 那你没关系 你也可以去住 所以中国古代的这个人呢 出类旁通的非常多 学一个四十五经 可以用来去打仗 为什么不能打仗呢 儒家理论为什么不能打仗呢 因为打仗也是跟人打交道啊 那儒家理论专讲跟人打交道 你只要是能想 你就能够用他来打仗 就像王阳明一样 我一样可以用儒家理论来打仗 知情合一 一样可以战胜所有的敌人 这叫出类旁通 叫启发 启发教育呢 是打开一扇门 让你走出去 就是说我呢 你就不知道门在哪里 我帮你打开这个门 让你走出去 然后呢 这个现代教育呢 叫启发 实际上这里犯了 我自己的理解 就犯了个叫诱挡 什么叫诱挡 目的是让你接受一个正确的概念 让你接受概念 比方说如果你问一个 一个有西方思维的智者 你说房子什么 他会和你一起去设计一个房子 怎么样去设计一个门 怎么样设计一个窗 怎么样设计屋顶 怎么样设计冷门 最后你绝对可以设计出一个漂亮的房子 然后这个房子呢 就是你心中的房子的概念 这是一个客观的房子 但这个概念呢 是已经被建立好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呢 看到洞穴的时候呢 你就不会觉得洞穴是房子 你也不会用房子理论去思考它了 那我这是举个例子 我这个例子不一定准确啊 但是我自己呢 就觉得就是说 这里面呢 就是有一个这个从孔子这句话 可以看到就是说 这个里面的一个影响 就是包括那个 我们经常批这个八股文 说八股文 这个是僵化 实际上你会看到就是八股文呢 对形式要求很高 就是各种各样的开篇什么之类的 但是呢 他真正取你试的时候呢 是要求你在形式对的技术上呢 要表达自己的思想 题目相同形式相同 但是每个人的答案一定是不同的 然后从这个答案中间呢 老师要选出思想表达最好的人 那他跟那个数学刚好是个对比 数学呢 是你可以有无数的解决办法 但是呢答案只有一段 其实答案只有一段 我自己原来做那个雅思的时候 也是特别体会特别深刻 那个雅思呢 我记得我当时那个雅思 我觉得好多 那个题目可以发挥啊 可以写出不少的点子 但是后来我看那个雅思的评论 雅思评论是这样的 就是说有很多地方可以得分 也有很多地方可以扣分 比方说你的语法 肯定是要得分扣分的 你的结构肯定要是得分扣分的 你包括你的用词都要得分扣分 但是唯一不能拿来评价 你这个文章好坏的 是内容 是你的观点 因为这个呢不客观 老是不能拿这个打分 这个在那个评分系统里 差不多是零分 是零分 这个呢就是 就是我自己在想 后来那个标准化考试 对中国传统教育的影响 是非常可怕的 因为标准化教育 就恰恰就是变成诱导式教育 也就是说呢 我呢 诱导这个学生呢 就得到一个标准答案 实际上呢 这个是极大的扼杀了 这个学生的这个思考能力 极大的学生的这个思考能力 好 今天我就讲到这里吧 那个先还是看看大家有没有反馈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就早点结束 因为我感觉我好像一下子讲了好多章 好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我回头把这个总 就是说有一个PPT 但我是后面再去总的PPT 我分享一个这个屏幕 等我一下 我把这个 我们还是 这个 好 我们一起向 还是以我们制成工艺的心 像我们的大臣制成先是孔子 三机工行诸木铭 好 那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也非常谢谢大家的参与 我们下周再见 谢谢 谢谢魏里老师 谢谢各位老师和家长 谢谢 谢谢 谢谢魏里老师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